感谢主的恩典 终于到最后一堂了 谢谢大家的祷告 弟兄姐妹 这一堂我们要讲到教会施工 会带给我们的软弱 有些人听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教会的施工是要发展教会 扩张主的国度 怎么会带给我们软弱 所以我们先知道没有错 教会的施工是 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 教我们能够与主同工 与主一起同德冠冕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与主 我们就自己要做 自己要热心 要靠自己的方法 结果我们发现 施工的需求来 施工里的挑战来的时候 就显露出我们的软弱 首先我先说 我看到很多教会的施工者 我是带着很怜悯的心 真的真的是 看他们的样子疲惫不堪 比好像去世界做工的人更没有尊严 特别有时候我看人数多起来 需求多起来 教会就是以施工为导向 然后给传道人或者有些施工者一个KPI 你们订着这个要主 叫他们要求他们 所以我在屏东的时候 各位有听信心 我说我看教会的工人有时候像奴隶一样 真的没有什么尊严 就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主任牧师就对他们指指点点 或者把他们当作故宫 你把一个人当作故宫的时候 你真的是只有得到故宫的水准 他干完事之后就走人了 不会跟你多做 也不会寻求突破 有时候我就说 尤其教会的有些干事 好像三明治 你们懂三明治吗 上面压迫下面要求 这三明治 我相信我们凤里不会像三明治 我看他这次越来越喜乐 感谢主 但是我看到很多教会是这样 然后服侍主的人 就后面一直埋怨 全职服侍神的人 没有喜乐 没有对做圣工的那种尊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教会的文化不对 有时候这种文化是从上面传下来的 所以刚才我讲到师母 其实我真的老实说 我到很多教会去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看师母 哪一个是师母 看他脸上的喜乐 脸上的荣耀 我就知道教会的光景 差不多是这样了 那师母呢 不好意思 我这样说了 这里都有做师母 包括我的师母也在这边 这个东西 师母 通常呢 我就看到有些师母 对执事会 董事会是很有看法 很少我看到师母是 很喜爱执事们 很理解他们的难处和辛苦 各位想想 你想想如果一个这样的高职分的人 对下面的同工呢 有这样的看法 那整个教会的运作呢 是存有一种说不出的分歧 然后我就看执事 通常教会执事啊 对上面的牧者啊 或者传道人呢 有看法 有时我看到一些教会 我就进到他们当中 一两三天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感觉这种东西的时候 那我知道这是一种已经形成的文化 或者就是这个东西 有一些东西一直没有解除 一些误解 大家都活在一种假设的认为误解 其实这种是对彼此的一种误解 慢慢生出不信任 但是我要说 我们很难说这是谁对谁错的东西啊 有理说不清 对不对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是一种软弱 这是一种教会的软弱 这是一种因施工显出来的软弱 因为在一间教会里面 你会发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 要负责的施工和项目 每个人其实心里面都想 把自己分内的东西做好 但是在不同工作的层面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 要守护的责任 要取得的结果 然后这个当中也牵扯到 有一些个人的利益 所以当这个利益相冲的时候 这个人丑陋的一面 就会显露出来 就没有谦让 没有忍耐的一面 就会显露出来 所以一样的 我跟亲爱的弟兄姐妹说 这是教会里面 真的看到 能够享受到福音的能力的人 是你可以看到 在很忙碌 很多的施工的要求 弟兄姐妹的要求里面 上面的人合而为一 能够为彼此想 不顾自己的事 顾旁边人的事 为整体想 每个教会有这样的话 那就是教会 非常的老练 非常的诚实 所以 有时候呢 我可以跟你们说 我看 教会里面 通常 我在牧养教会 已经20年 比如说执事会 执事会通常是管行政 管行政 我们讲行政 很好听 就是管钱 讲来讲去 就是钱 要交代 这个东西 要守住 教会有没有够钱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执事会 董事会通常是这样 然后另一个就是牧养的 通常是传道人 通常是牧养的 小组长 这样的东西 当然每个教会的制度不一样 但是你会看到 在一个教会里面 每一次有行政跟牧养的人 这两组人 他们能够合一 就代表教会的力量 对不对 教会有多成熟 因为这两组人 如果往自己的角度看 这个行政的 我要守住 我钱 我要什么东西 都要做得好好 教的 那牧养的人 就讲 你们要了解 牧养弟兄姐妹 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照顾这个家庭 有时要支柱 有时教会人多起来 我们要花钱 再请多一个干事 这样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从牧养 关心弟兄姐妹 关心家庭 的角度看 但是一定会来到 一个地步会相处 那如果 那 这个两个相处 其实你一定问 一个在先 一个在后 你们觉得哪一个在先 哪一个在后 慧芳 你说 牧养在先 因为我叫牧师 一定是牧师在先 为什么牧师在先 牧师说了算 不是 因为牧师是碰生命的 牧师是理解 每个弟兄姐妹的情况 当然也有不理解的 整天喜欢开会的牧师 就是开会 就不祷告会 就喜欢开会 也有这种牧师 但是如果一个牧师 是真的碰生命 懂整个教会的 那个形态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情况 大致上懂的人 那 执事会 行政的人 应该要听牧者的话 对不对 这是属灵的权柄 在先的 但是这个牧师 如果他是爱生命的 他也会理解 执事会的难处 对不对 他们也要有责任感 东西要做得合理 要规矩 有规矩 有些东西 报告要做出来 所以他会理解 执事会的难 所以他会为他们设想 但是行政不能高过牧阳 牧师说 有些东西 你们应该要花钱 应该要这样做的 你们只要不是犯法 你们都应该这样 听从牧者的话 但是我看很多教会的 这两组人是紧张关系 紧张关系 所以我自己的教会 我是坐在执事会里面 我知道很多教会 是出现问题 是因为有这些 好像霸权的人 然后有时候 有问题出现了之后 我们就想 我们的规章要改一下 不能让权力 集中在一群人 所以就分散 分散有分散的害处的 你会知道吗 教会还是一个属灵的权柄 很清楚的 有属灵的权柄 有爱心 有智慧的人 应该这样 还你教会 然后来叫所有的人合一 来叫执事会 理解牧者的难处 对不对 也弟兄姐妹的问题 让他们能够感受得到 然后也让他们感觉到 他们管行政的事情 也是很尊贵的 好好的做 在这个方面 要补充整个教会的 一个需要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这样的教会 我们叫做 真的是合神心意的教会 但是很多时候 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看到 很多的现象是 因为这个分歧 一直在 问题一直不解决的时候 所以人就很灰心了 所以我大致上看 有一些教会 很多爱主的人 但是他们心灰意冷 不要服事了 做执事好了 像当兵这样做了 做一届两届 做完了我就下台 下一届最好不要选到我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很多教会 其实这些人 很多是爱主 他们的心灰意冷 受伤 好像不理解 有话不能说 所以教会有时候 又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分裂之后 大家更害怕 害怕不要讲 自己看不顺不要讲 你知道吗 爱里没有惧怕 如果你是因这种怕 来不讲 不坦诚 这不是爱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这些东西都是要 被福音医治的 我们用真理 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我们带出来的时候 福音的眼光应该是这样 你想想看 如果教会里面 因为施工的这些分歧难处 然后同工们就 不要做职事 都是全职工人这样在做 我们在支撑 教会怎么成长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开公司 公司里面两个部门 一定每次有问题的 一个就是销售部门 一个是购买购物部门 购物部门是花钱的 每次要买原料 销售是帮公司赚钱的 有一些部门两者是相冲的 对不对 一个要赚钱 一个要花钱 但是无论怎么难 我们为公司的好处 没有人说把公司关掉了 对不对 我们还是会取得平衡 然后从每个人的角度看 但是教会的事情 大家就不这样看 这奇怪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会软弱 然后教会聘请的人 就数字越来越低 然后就牵扯到很多 教会的薪资 传道人 就是得到的薪资 有时从工作出来的时候 就低百分之五十 在外面赚的薪资出来 就赚了这样的钱的话 你说有能力的 有恩赐的 也有属灵的 当然有一些人说 我们服侍不用钱 有些人是这样 但是不是每个人是这样 我们真的要愿意 有才能的人 又愿意服侍主的人 让他没有后顾之余来服侍主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教会里面要设想的东西 教会到一个地步要设想 这是爱心来 这是治理里面的公义 公义里面一定有爱 爱里面一定有公义 所以这一切里面都是我们要回到主的道 来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 我们要把教会的整个数字提升 要把教会的事工做得尽善尽美 荣耀归给神 不是教会的事工一多 或者说下面的人很要求的时候 永远是怪上面的人 还是这样 然后上面的人就一直付出 一直受委屈 这样到一个地步 然后就不干 这些全部是教会很不健康的文化 但是我跟你们说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保罗带领教会 他不是没有劝解 他先清楚地讲明 教会里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服侍神 要带着什么心态来服侍 我们一起看好吗 各罗西书 我们看各罗西书 我每次服侍的宗旨 是接着这句话来 第一章28节 各罗西书我们传扬它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解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各位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我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各位对不对 我们讲道的人 对不对 我们翻开圣经教导人 试经讲道是重要 所以一个教会 70%很健康 70%80% 试经讲道 试经书卷讲道 然后2%30%主题讲道 但是我讲到试经讲道的时候 我说那个好处是有 把教义弄清楚 一本一本的书卷 那个主题 作者的原意弄清楚 但是你们不能被试经捆绑 不要被试经讲道捆绑 不要试经讲道 变成一种好像 注释讲道 好像读注释本一样 因为保罗说 你要把神的道传讲 传扬基督 什么 你要用诸般的智慧 诸般的智慧 圣经把知识 整理的知识给你 但是这个知识应用出来 诸般的智慧 有时在讲道当中 要宣戒人 有时要教导人 有时要责备人 有时要安慰人 然后宗旨是什么 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 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 不是讲一篇 我知道 道理上懂 但是他的心 没有被神的道呼召 带到神面前 要向神回应 那个就不是讲道 可以一定要分辨 什么是讲道 什么是查经 你不能把讲道变成查经 或者查经变成讲道 这两者要分清楚 对不对 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了 我看历史历代 神重用的仆人 有诗经讲道 但是呢 有诸般的智慧 劝解个人教导 这个东西你们要做到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要恩高的 神选中的工人 然后呢 这个工人要怎样 在神的道里面下功夫 还有祷告上要下功夫 两者神的道的学习 跟他的个人的祷告生活 要结合起来 你基督神的道 你理性多起来 你祷告不够 你心性 人家感觉不到 你心里面的那个迫切 那个爱心 你讲不出这样的道 对不对 但是你心里面很多感触 常常跟神交通 但是内容没有 人是有逻辑的 你要使人明白 对不对 明白就心被感动 所以我每次服侍的宗旨 我讲到的宗旨 一定看 21章28节 所以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 然后保罗说 我为此劳苦 各位 这个服侍的劳苦 各位一定记得 劳苦 没有一个服侍是亲神 我们服侍主 劳苦 但是 不是凭你自己的力量 乃是照着 他在我里面 运行的大能 尽心结力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句话很神伟 有时候我们看 一个人 哇 诸牧师 你这样好过 不是我 是主把他的迫切给我 主把他的道放在我心中 叫我传讲 各位了解吗 所以这个是很奥秘的 这个是神选择的工人 把他的道交换他 他带出来的时候 不是叫人看到他的伟大 乃是看到神的伟大 看到神爱这间教会 应该要这样 每一次讲道的人 所以 这个当然 你又看到 这个传道人 他甘心乐意受苦 服侍神的 不是用口才 不是用热心 不是用恩赐 用什么 他的劳苦 运行 来自什么 就是神在他里头 运行使他尽心结力 这个当中 我已经说过 各位不要认为 服侍教会是简单的事 服侍教会不是简单 开公司都不简单 不要讲服侍教会的事情 开公司 我给你工钱 你不干 你就走人 你可以跟教会 弟兄姐妹 不要奉献 不要服侍 你走人 不能 对不对 大家都是羡慕善功 愿意这样服侍的 所以我们要预备 大家的心 我们一起要服侍教会的人 心要预备 所以我今天再给各位 我们当中有些人 像我们有读 这个我们一起看 哥林多前书 后书好吗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你看保罗的老狗 保罗的 甚至服侍神兽的患难 我给各位看 二十五节 他十一章二十五节 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到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对 不管是环境跟人都攻击他 你们有没有发现 真的是仇敌的攻击 我不知道哪一个人能够承受这样的 服侍神承受这样的苦难 然后这里说 受劳碌 受控苦 多次不得睡 有些人没有的睡就生气了 又既有可 多次不得死 受寒人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所以他这里说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吗 他的劳苦 加上他心里面的焦虑 最外在的那个压力 跟里面的那个压力 内忧外患 对不对 但是他说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 变了 因为他软弱当中 他怎么靠主 然后他说 那永远可称颂的耶稣的福 神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哥的 亚里大王手下的基督 把守大马士哥城 要抓拿我 这是他刚信主 后来在大马士哥 他就起来传讲耶稣 有人要抓拿他 我就从窗户中 在矿子里 从城墙上 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对 这样的逃跑 有什么光彩 对不对 所以你要寻求光彩 什么东西 荣耀 那你到天上寻求 地上的时候 我们在服侍主 当然有主的安慰 但是也有仇敌 带来给你的苦难 但是这个也是神取可能 你们明白吗 这是神为什么他要练进那个功能 所以我刚才说了 没有练过的神不能用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们想 保罗多么辛苦 我们多希望的是 没有辛苦 快快复兴 人事加征 多有奉献 然后建大教堂 这是很多教会 台湾教会的一些 尤其我发现 很多年轻传道人 他们一坐传道的时候 我一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问 或者我听他们讲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们有一种梦想 其实 如果我们带着那个梦想 最好是不要服侍神 不然自己跌倒 也叫旁边的人跌倒 我跟各位说 我其中最喜欢的一个讲员 就是师父真牧师 师父真牧师的讲道 人家称他为讲道王子 你们知道吗 他身上的苦难不得了 他22岁的时候得到忧患 我相信很多人听过我讲这个 对不对 他在一个大房子 大会所里面 讲道几千人的时候 很多讨厌他的仇敌 就着火了 就聪动每个人跑出去的时候 七个人被冲出去的时候 七个人被踩死 二十多个人受重伤 从此以后 他就得到一个阴影 所以他的妻子 就是说从那时候起 我的丈夫动不动 他就是有恐慌 那个时候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讲道 神一直用他 叫他讲道 然后到三十多岁 三十三岁的时候 他有这个肾病 然后关节炎 他有那个我们叫做 痛风症 你们懂吗 这个种医力 痛得不得了 这个痛风症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很辛苦 在他的身上 但是这个人很奇怪 那师父真牧师 他就这样的一直讲 甚至越讲越厉害 然后他一周讲十篇道 好像他是这样的 一个牧师来的 所以讲一周讲十篇道 我就一周讲 我最多我的记录 好像六篇道 七篇道 我没有办法讲到十篇道 时不得牧师 这样我就做了 所以他就 最后一直这样活到五十七岁 然后他就生病而过世 但是这样的神的仆人 他留下的制作 今天你们网上打 Charles Bergen 你们进去看 看一下他的制作 你看他的 他的讲道 其实呢 这好像不是人讲的东西来的 诚学 文学 哲学 这全部结合在一起 他怎么有 我听说他一周读六本书 他是奇怪的人 一周可以读六本书 我一周读不到一本书 超然记忆力 读了 然后他就 每次讲道的时候 一百四十个字 这样拿上去 然后就讲一个小时 这个师父 牧师是这样的 他很多的苦难里面 所以他写了抑郁症的 写了十三本书 我听说好像是十三本 很奇妙的那种眼光 跟一般的牧者 一般的牧者 要医治抑郁症的 忧患的人 我们要多讲耶稣的复活 我们不要讲耶稣的死 讲他的复活 盼望得胜 一直跟抑郁症的人 师父 牧师说 我们要多讲耶稣的死 耶稣的受苦 让这些在抑郁的人知道 这个受苦 他们跟主一同受苦 对不对 让他们经历 所以你没有死怎么复活 所以他的一个 很实在的东西 把人带到现实的那个境况 然后这样经历主恩的扶持 所以我跟你们说 你经过这种炼净的人的信息 跟没有经过炼净的人的信息 是不一样 你不能模仿的东西来的 属灵的东西不能模仿 所以你可慕 这样的服事的话 第一你要在圣经下功夫 第二你在主给你的苦难当中 你要跟主摔脚 主给你的炼净的时间 你要等 你要忍耐 你不能一步登天 这样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现在先 我就这样讲下去 所以在服事中 我跟各位说 我得到的一个答案是什么 各位 特别 我们服事主 服事是呼召来的 对 我特别 特别 我说 如果 你是做传道工作 全职工作 这是一种呼召来的 如果你不能做传道人 你不要做 我跟各位说 这句话 你们真的听牧师讲 你不是神选招的 你不要做 你做的话 你拼命要做 你给你自己苦 你也给你带领的人苦 我是做传道工作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做 主的教会的那个 第一个带领的 带头的 你是做第二第三的 你要顺服 我一定要做第一 各位 你要做那个第一 前面带头的 跟你做第二 不一样的 我跟你们讲 第二个无论怎样 第一的怎么说 你前面带头的 主任牧师 你怎么讲 所以你们会明白 我们教会 文刚长老是第二个 熟悉长老 我是主任牧师 其实他知道 其实那个第一要带头的人 那个压力是十倍二十倍 因为整个教会的方向 教会一出现问题 就是你 然后教会弟兄姐妹 有批评的 埋怨的 要求的 冷言冷语的 那个第一位 他要领受 他要承受的东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明白吗 所以主的圣工 主的事工 做传道者 做带领教会 做执事的 这些 慢慢你要有职份的人 这是护照来的 这次护照 你还没有预备好 你不要做 不然 你受到这些人 给你的冲击的时候 我观察到的东西 就是你会变 你变 你变的时候 你就变得更硬 或者更忧愁 或者没有爱 那个时候 因为你是有职份的 你就会害到下面的人 你讲的话 你的血气 你就会害到下面的人 神被呼召的人 首先不是他很厉害 是他能承受这样的重担 阿们 神呼召的人 能够承受这样的重担 然后在这样的重担当中 他靠主 带出美好的见证 阿们 所以这是很神威的话 保罗说 保罗的这个职份 神给的 神呼召他的 不是我推荐 我自己我要做 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了解 正对一点 我现在问 所以 要不要服侍教会 弟兄姐妹 没有人要了 现在开始没有人要 你发现了 真是不可能 这是开始 这是开始 然后神有一天 呼召你的时候 你知道这不是 你自己的欲望来的 但是我知道 这个是遥不可及的 我怎么能够 做主的家的带领 怎么能够管理主的家 我在外面做一些工作 还可以 做经理 还可以 还要管主的家 你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有一天 主呼召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个不是来自 我们生命堂的传道人 没有一个人 是推荐自己要做的 没有一个 包括我 我出来服侍的时候 人家我 主婚师 你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护照 有没有你晚上做梦 神教你做传道人 我说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二十多个人 我那时候大学当毕业 我就这样 在工作当中 看到没有人牧养 然后呢 暂时放下工作 出来牧养 一牧养就到现在了 我从还没有ready 我从还没有ready 你明白吗 还没有预备 神这样的护照 所以很被动的 所以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护照 然后各位弟兄姐妹 第二 如果你做了主的工人 在教会里面服侍 当然每个人会提升的 我们教会 有了传道人 一定有执事 然后有施工成员 这些东西 一步一步起来 这个教会在增长的时候 现在四十多 五十个人 慢慢六十七十个人 你会看到 很多很多人就开始 有服侍的岗位 各位注意 千万小心 千万小心 不要落入 什么 最危险的就是施工者的 自义 自以为义 这个是很危险的 我跟各位说 自义 是会从很不同的形态 或者表现 显露出来 有时候自义的人 自以为对 有些施工者 有些我一定不认错 也有这样 有些是对童工的 有一些讲话 语气 态度有点高傲起来 还没有得到职分的时候 不会 一得到职分 有时候会的 每个人都会的 有时候一不小心 我们都会有这种 会软弱 会出现在我们身上 但是你发觉 发觉是很重要的 你觉悟 你知道我是众人的仆人 有这样的想 或者有一些 就是 自义的表现 就是说 我不太想跟一般弟兄姐妹 在一起 所以有一些牧师 就是聚会完之后 不要牧养 然后就去开会 不懂开什么会 然后不要说 哎呀 这是麻烦 跟这个 没有文化的人 讲话 哎呀 那个 又在那边 讲一大堆东西 给我 很混乱 然后呢 只有好像教会里面 来了有一些 比较名望的 低位的人 生意人 还是什么 就跟他多在一起 这是一种潜在的 自义 你们明白吗 其实呢 我们传道人是 一视同仁 当然我们看到 比较饥渴 主得到的人 我们感谢主 我们多跟他接触 交通 是这样 传道人是应该要这样的 所以服事主的人 尤其是教会 前面带领的人 你要谨慎 特别有时候呢 一得到恩赐 得到知识 也得到有一些 复兴之后呢 有一种 自义的表态 就显露出来 我跟各位说 其实我们 主耶稣最讨厌的是谁 叫谁 法利赛 对 法利赛人 法利赛的意思 是分别的意思 分别 他们在 耶稣的时代 之前有点 的时代出现 对不对 他们是知道 以前以色列 犹大被领 他们拜偶像 所以他们 要回复一种 圣洁运动 分别运动 不要拜偶像 然后回到圣殿 背诵摩西的律法 然后呢 这些东西全部 就是高举的律法 所以呢 他们其实开始的动机 是对的 但是一下子 一下子之后呢 他们失去精益了 就变成一种 自义 所以当神要提拔 一个人的时候 神可以给他支持 可以给他 各方面的一些恩赐 给他福心 但是呢 那个人自己要谨慎 那你越得越多的时候呢 你要谨慎 这个自义之心 法利赛人 所以法利赛人 你们知道 跟一个税吏的 祷告的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嘛 主耶稣就说 有两个人祷告 法利赛人是 主啊 我感谢你 不像呢 有些人不义啊 奸淫啊 勒索 我一周 禁食两次 把十分之一 献给神 就这样 对不对 他就讲这些的时候呢 那个税吏是 就不敢望天 垂胸 求主开恩 怜悯我这个罪人 对不对 那主怎么说 这税吏 回到家的 被算为 被算为 他的祷告 蒙神愿啊 他蒙神怜悯的意思了 因为主说什么 那至高的要降为悲 那降悲的必要升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些我们都懂的 对不对 懂是一回事 但是当你被放在 那个职份 那个职责的时候呢 你要谨慎的 我们人性里面 很容易会出来的 一种自义感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施工者呢 其实 我们有时候会为主 做很多的事 这是很感谢主的 但是你一定要 一直保持一个 谦卑的心 那谦卑的心 是怎么保持的 不是你假冒为善 我要自表谦卑 不是 请问你怎么保持 谦卑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谁要回答这个东西啊 怎么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到对方有点 我再讲一个 你要谦卑 你要很诚实地 看你自己的内心 你无论做了 怎么伟大的事工啊 你知道 其实你一刻不靠主 你就软弱了 你一刻不靠主 你累的时候 你回家你就埋怨 你就灰心了 各位有没有 我自己是常常在主面前 就是这样的 反思我自己 我知道 我在教会当中 哇 讲道 什么 教导 其实我是一个肉体来 如果圣灵不充满我 一下子脾气就会来 我们要知道自己 真知道自己的人 我们就知道 主啊 其实我能够带出 这么美好的服务 是靠着你 在我心里面运行 是我尽心竭力 对不对 保罗就讲这句话 为什么 他每次要讲 是神在我里面 给我力量做的 那就是 这个意思 然后第三 各位 然后呢 在很多很多 施工的需求呢 不可以 人的聪明 来应对 需求 我这里讲的需求 是施工的需求 这里要谨慎的是 人的聪明 尤其是为什么 我这么说呢 因为现代人 有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策略 尤其我们搞教会的人 我们也懂 哎呀 现在很多方法 我们要规划 我们要管理啊 我们要组织能力啊 对不对 有一点人的聪明 或者用心理学啊 我 这次特会听说 一个教会是 有一些人就带来 我们用心理学测试 这个人跟那个人 心理测试 每个人 这样的个性的人 急性 那个慢性 这样在一起 比较 两个急性的人 在一起就吵架了 所以现在很多 用心理测试 所以牧师叫 全部来做心理测试 然后呢 同工们 然后看哪一个人 跟哪一个人合作 比较好 你们懂吗 你们 你们有没有听过 这个DISC 这个你们懂了 这个心理测试 谁跟谁配 比较好 这些东西 我绝对反对 这些教会里面 做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你觉得 可以叫人 能够 能够合一 那这样荣耀归给 心理测试啊 不是归给主 我跟你们说 心理测试 怎么是失败 我的教会就马上 看到那个失败了 因为在心理测试里面呢 我跟慧君传道的测试 是最糟糕的 两个人呢 是不能合作的 慧君传道的个性 跟我的个性 是完全相反的 我是最后一分钟的 你们看我讲道的时候 都最后一分钟进来 对不对 就是一直倒高 所以有时候 我也忙着的时候 有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 就是全部都安排好 慧君传道是什么东西 都要做到有条有理的 什么东西都策划好 他的讲道 他的什么 他的时间 但是他不是闲着 他是安排好 东西做到安排 很好 很规划 然后呢 所以他做秘书是很好的 但是他不是做秘书 他是做传道 所以他爱我的时候 每次慧君传道 有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我说这个东西 现在不可以给你答案 你要等 不能给 现在你要怎样逼我也给不了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到那个时候看看 他最挑战 我说 我说慧君 有时候我们 安排筹算是好 圣经也告诉 但是有时候要靠信息 有时候要靠圣灵 我们走下去 而且我们生命当中是很不一样的教会 我说有些教会 是那个牧师 一年前要讲道 已经讲好主题了 今天 我怎样 我今天下午才得到主题 没有办法 因为一步一步这样 要跟你们谈过 讲过 这些 跟你们在一起 才可以感觉到 所以我说 有一些教会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你是 很规划的 所以我们这样磨磨磨磨 磨了十多年 这样服饰在一起 现在他懂了 主牧师有些东西 吹他也没有用的 有些东西 没有办法 现在讲好好 等一下明天又会变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有这样 但是可以给他的 我就尽量 做好的 筹划好的 我就给他 有些真的做不到 所以他就已经适应我 他会了解 你们明白吗 其实你这样 你才会磨合 铁磨铁磨出刃 所以我也学到 要规划 他也学到 要靠信心 靠圣灵 对不对 看先 不要这么快 什么都要讲好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起学习 你来这个 心理测试 有什么用 各位 亲爱的兄弟们 了解吗 所以 这些其实都是教会 没有办法 然后就跑到世界 学这些东西 其实你按照圣经的原则 你大概懂 都是爱主的人 都是愿意要奉献 然后我们来到实况 我们一起查验主的美意 就是这样了 谁要多给 谁要谦让 就是那个时候 这样看了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了解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 是在主的面前 尤其是我们在服侍荣耀的 主的教会的时候 要掌握 最后我给一个 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是我在所有的生命堂 一直讲的东西 我们要什么 竭力 保守 什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这个呢 讲是容易 但是做起来可能的 我们一起看这处经文 我们就结束 我们一起看 以福所书好吗 以福所书 我们都对圣经很了解的人 翻来翻去都知道 其实保罗讲的很多的话 是一样的 以福所书会讲的 哥罗西书也会讲 菲利比书也会讲 只是你要找到 那个相关经文 一样的 但是 竭力保守 圣灵和 未来的心 以福所书是四章 你们看 这里说 我为主被求的 确定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 就当于 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这里是讲到 怎样 你实践信仰 所以你蒙恩了 蒙召了 你行事为人 当于你领受的恩惠相称 那马上讲这个的时候 是在哪里 不是在家里 不是在你的公司里 是在哪里 教会里 马上讲教会了 你教会是你实践神的话的 第一个现场 第一个现场 OK 因为这是我们一起 怎样得着 以主一心 以神的 这个肢体关系 所以呢 第二节说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一起读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对 问 合而为一的心 从哪里来 圣灵 所以呢 圣灵所赐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是我们先主动要合一 圣灵已经赐了 所以 合一是从圣灵来的 他怎么赐合一 合一的恩典 已经是圣灵赐了 赐给谁 合一在救恩里 救恩 所以领受救恩的人 真领受救恩的人 来到教会呢 是愿意合一的 基本的心 是要合一的 有哪一个人来这边 是搞破坏 搞分歧的 没有一个人 如果你是同盟一样的恩典 你来到一个教会呢 你很单纯的心 是要合一 跟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 所以我先说 合一的恩典已经有了 合一在救恩里 但是呢 这个合一 很容易被破坏 被什么破坏 被我的私欲 有时候被群众的压力 有时被繁重的私工 很容易破坏 所以刚才我就 开始就说了 对不对 原来这么好的 师母啊 长老啊 执事啊 这么好的关系 原来要彼此相爱 成为一个力量 但是为什么有分歧 所以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 两个人不同角度 看事情不同角度 有时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利益 大家都有一点 哎呀 我们都想把私工做好 但是人都到你那边 谁来帮我 比如说这样 所以呢 圣经告诉我们 要竭力保守 你的功夫 合一的功夫就在 祷告的功夫都在这个 你要竭力 你要努力的 你要刻意的 要刻意 所以我们不是不知道 仇敌的工作 撒下分歧的种子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保罗就说什么 你要竭力保守的话呢 你要怎样 凡是谦虚 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 各位 谦虚 不管你有什么指纹 谦虚是普遍的 在教会每一个人 放下自己 然后呢 第二 温柔 跟彼此讲话的时候 温柔 各位不要像牧师讲道讲啊 讲话的时候呢 温柔一点 因为我们人的语气 有时候呢 会带来很多触动 你的温柔的语气呢 就讲一句话的时候呢 齿怒消散啊 各位明白吗 所以温柔 然后特别忍耐 为什么要忍耐 因为昨天 你看到的弟兄姐妹的软弱 今天还在 你不要想他一年就要改 改不了的 有时候人的本性的东西呢 很多年很多年 这样一直听真理 然后改过来 有时候牧师半年来一次 一感觉到你有改 但是你旁边弟兄姐妹 觉得你没有改 因为我半年才看到你一次 所以呢 这是忍耐 然后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程 所以有一些东西 不用记小节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有些人做事是这样 那样 那大家讲不通 我们一起走着 我们在看结果怎样 然后呢 看圣灵怎么带领 如果有一些结果出现了 我们知道这样不行 就不要控告彼此 就那么和平 我们就现在换个方式做 这样就好了 其实施工有时候 这样做那样做都可以 不是大事 神要看的是我们合一的心 谦虚忍耐的心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特性来的 对不对 祂给我们看 教我们怎么效法祂 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 不是随便 讲话随便 就会伤到彼此 这些是我们在服事当中 我可以说 你无论怎样繁重的服事 但是如果主要同工们合一的话 基本上没有问题 反而那个繁重的事物 你怎么做那个繁重的事物 弟兄姐妹的需求来 你们怎么应对 合一的应对 反而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基督生命堂 我们从这个疫情过了之后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我一直说这个见证 我们从150个人加到400个人 忽然间很多人 然后我们在这个当然 就开始学习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需求来 我们发现有些人not ready 还没有预备好 但是我说牧师的角度 我一直挑战同工们 有时候我们的职势 我可以说跟我一起长大的 他们有点慢热 他们不像一来 能够拥抱 能够讲 看到人不懂讲什么 那个东西 因为他们一来都搞行政 现在叫他们出来牧养 我说 你们不要在办公室里面算钱 我们的钱没有这样多 出来出来 出来牧养 弟兄姐妹 等牧养完了才算钱 钱没有这样重要 所以其实他们不是要算钱 他们是逃避 算钱算钱 不懂跟大家讲什么话 所以起码做一些施工 所以我也知道他们的障碍 对不对 所以我是理解 所以我们教会不是这么多牧养者 对不对 但是也要训练他们 无论怎样 他们出来一起接触 你接触了就知道要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一方面也挑战 一方面给他们空间 然后有时候跟他们解释那个实况 你看这么多人 这么多要求的时候 你们不出来录一下面 跟大家交谈 你们在行政的事情上 你们不懂怎么决定 因为你都不懂大家的需求在哪里 所以我跟他们最近开的会比较多 其实开的会不是讲事务性的东西 是讲这种精神方面的 给他们灌输他们一个理念 我为什么要相爱 为什么要交通 为什么要接触 其实我最喜欢的开会是讲这些东西的 很多那些行政的东西 讲OK我们这样做这样做 可以吗 没有反对 OK通过 就好了 不用讲 或者有些东西 电话拿出来 讲讲讲就好了 其实教会开很多会 就证明大家不合一 小小的东西 一点越描越黑 然后开会开会 所以又要来开会 对不对 其实大家很信任的话 一个短信趣 我们这样做 大家都理解 就过关了 所以这个是你要 你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何唯一的心 才会带来的结果 讨好我们生命堂 每一个就是有一个眼光 这个信息是这样讲的 但是要实践的时候 一定要问题出现 问题出现 你们怎么应付 那就显出主的爱心 在你们当中 阿们 来我们去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 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从你的话语 知道主 首先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 知道我们人的不足很多 但是感谢主 我们有全能的神 我们有引导我们的上帝 帮助也爱教会的主 与我们同在 主你知道 主 你的心腹 你的需要 主 这个还在 教会的炼镜 还在一个过程当中 主 我们能够参与 在服侍你的教会的世上 我们真的很感恩 主 我们是羡慕这个三宫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因三宫而跌倒 让我们首先带着羡慕的心 愿意要服侍主 主的教会 然后个人都放下自己 顾彼此的事 顾教会的事 顾神国的事 然后主在这当中 你必定为我们兴起工人 来服侍主的教会 感谢主 祝福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教会 主 让我们听到这篇道之后 也把祷告带回去自己的教会 来 服侵自己的教会 感谢主 祝福我们 有一天的领受 让我们有很好的反思 明天我们再次 一起相聚 领受你的话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祝福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